带大家关心天气 今天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 水气偏多 迎封面的东南部地区 还有恒川半岛容易会出现 短暂震雨的天气 午后大气也很不稳定 西半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 都会有短暂雷震雨出现 而且山区的瞬间雨势比较大 有机会出现短延时好雨 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震风 因此提醒大家下午外出要特别的留意 而在温度方面 各地低温大概26 27度 而白天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 32到34度 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感受闷热 户外活动要注意高温 多补充水分 持续来看到今天的降雨状况了 今天整体来看水气都偏多 因此在东南部地区 以及在恒川半岛 可以看到都是有降雨的状况 其他地方可以有见到阳光 但是中午过后 整个西半部地区以及山区 都要留意会有雷震雨出现 尤其在中南部的山区的降雨 是最为明显的 有短延时好雨发生的机会 同时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震风 因此要前往山区的人 一整天下来都要特别的注意 天气的变化 来看到这一周的天气情形了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环境水气持续的增多 大气不稳定持续的提高 除了在西半部地区 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 以及恒川半岛会下雨之外 在中北部地区也会有午后雷雨 并且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 不过因为整体的云量增多了 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的几率 就稍微降低了 但是高温普遍还是可以来到 32到34度 感受上还是相当的闷热 礼拜六到下周三的时候 各地大多都是多云道晴 不过中午过后 还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出现 在清晨到上午的期间 南部地区以及恒川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最后来看到小丁宁要提醒观众朋友了 今天各地白天高温 普遍可以来到32到34度 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 尤其此外线指数达到了过量或者危险等级 提醒大家多喝水注意防晒 另外就是今天各地都会有午后雷雨出现的机会 外出记得要攜带雨具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